大家好,欢迎来到乡村吃喝频道 我是Isek 今天我要做一个用鸡胸肉制作的叉烧 以下是我所使用的材料 花雕酒、酱油、老抽 白砂糖、五香混 南乳、碎豆浆、胡椒粉、红鸡粉 鸡胸肉600克 用鸡胸肉来做叉烧 主要是想尝试不同的口感和味道 先把鸡胸肉洗干净并抹干表面的水分 首先用叉子在鸡胸肉上插上密密麻麻的小洞 这样就更加容易腌制了 把鸡胸肉翻过来 同样的用叉子插上许多的小洞 现在准备腌制的酱料 南卤2块 豆浆1汤匙 白糖3汤匙 也可以放2汤匙 五香粉和白胡椒粉 都是少洗就可以了 老抽和酱油都是2汤匙 老抽和酱油都是2汤匙 花雕酒1汤匙 花雕酒1汤匙 当然酱料的分量可以随着自己的口味 而做出调整 如果大家觉得这样做比较麻烦 也可以直接在市面上买一罐现成的叉烧酱 最后我加上1汤匙的红鸡粉 让颜色更加好看 摆上所有的酱料 搅拌均匀 然后加入2块鸡胸肉进去 涂摸均匀 并腌制2个小时以上 当然也可以腌制更久 甚至过夜 腌制过夜肯定会更加入味 但也还不至于天差地别 现在把腌制了2个小时的鸡胸肉 放入已经预热的光波炉中 光波炉 我是调到230度 先烤10分钟 然后反过另一面也是烤10分钟 当两面都烤了10分钟 就打开盖子 然后涂上麦芽糖 涂了麦芽糖之后 再烤多5分钟 在另一面 也涂上麦芽糖 同样的也是烤多5分钟 这就是已经烤好 并切好的鸡胸肉叉烧 用不同的肉烤出来的叉烧 就有不同的口感 大家也可以试试 谢谢大家的收看 也欢迎大家点赞 分享 并且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